世界佛教总部公告 公告自第2020-01-05号 圣意精品撤迁法规 圣意精品撤迁共有21项法定程序 一项也不可少 圣意精品撤迁并不是常规的精品撤迁 不是真正的佛菩萨籍的大圣者 无论身份地位多高 都不敢做圣意精品撤迁 因为德品不够修不成 第一法规程序诞生至千人 在大雄宝殿上修法诵经七天 且不可缺少21度母经 第八天公开大众监看 实行限量浮藏 推举大圣德取绿度母敬坛宝镜 造妖镜用于敬坛 第九天正式进入圣意精品撤迁 必须实行严格合规诞生至千人 参加法会的大众 有多少人就搓揉多少个纸团 并把标写了1至13号的标纸 拿出来让大众观看 然后当众揉成纸团 混入所有纸团中 参会所有人抽拿纸团 拿到1至13号纸团的 即是13位至千人 这13人中拿到第13号纸团的人 封装法本 其余12人至千 12位至千的人目首后 开始练习至千 下午12位至千人再次目首 就座早已设好在大殿正门外的至千桌前 此时所有标文签纸 象牙签牌 签条 签套 准备则觉得被密封在黑色 不透光信封中的两种客送仪柜 一并交给至千人 第二法规程序 定义策签类别 如若主持策签人是知名的聚圣德 文罗当直接宣 恭请聚圣德身作说法 如若不确定是不是圣德 则文罗当宣 请主持策签人说明策签情况 这时主持策签人说明策签情况 是为哪件事而举行的精品策签 是为则觉某法规的正确与偏邪 某法章法记的圣意或世俗 还是为则觉某件佛法大事的真位 或为认证大伯佛真身 假身等等定性 第三法规程序 请平入殿 文罗宣 壮中雷骨吹号 法罗启咒 文罗宣 请精品入殿 众人恭迎精品被台请进入大殿 安置在法桌上 打开精品楼阁顶门 取出精品供上法台 第四法规程序 秘密封装法章社供 把需要则觉定性的备则主题 客颂 法本 仪轨 社供在字牵桌上 以则觉各种法本 客颂的正确与否为例 如果今天则觉的是某传统客颂 和更正还原客颂 哪一个是对的 哪一个是错的 哪一个是正法的 哪一个是邪恶的 就要在同一个法桌两翼 分别放置颜色不同的镜盘 左右各一个 文罗宣 再次秘密加封被则觉主题 社供左右镜盘 此时早已装好客颂 并密封的黑色不透光信封 外表看起来一样 丝毫没有差别 任何人 包括这位临时选出来的法本封装人 都看不到密封的内容 在十二位至千人的监看下 有撒封人从木盒中拿出108个黄色信封 一下抛向空中 洒落掉在地面断布上 片地乱成一片 封装人毫不停留 刹那跑到中间 立刻随意捡起两个黄色信封 把装有客颂的两个黑色信封 当众分别再次装进这两个黄色信封里 并当下现场加固封口 绝不能让主持撤签人及任何人 看出哪一个是传统的客颂 哪一个是更正客颂 经则第二次密封好 大家认为没有差别了 按法规放入左右两个镜盘里 整个过程中 无论是支签人还是主持撤签人 均不得打开客颂密封袋 在场所有圣反两重 亦无法辨认出哪一代里装的是传统客颂衣柜 哪一代装的是更正修订 正本清源的客颂衣柜 主持撤签人自始至终 持有权行使宣誓表明心结 撤签说法程序 除此之外 其他任何程序 一定不得参与 包括大众 要躲开主持撤签人 在大雄宝殿门外致签 主持撤签人不但不能参与 看一眼都不行 在主持撤签人开始撤签时 所有签条早已被密封起到 存放进入朗九旺丹金刚宝瓶 盖上盖子了 第五法规程序 开评讲述法义 文罗宣 恭请主持撤签人开评讲述法义 主持撤签人说明十二支签指标注的内容 让大众了解 第六法规程序 查看认证四类签签 十二位自签人将四类签签 标注内容的签纸 象牙签牌 装签牌的签条 装签条的布套 各自放在设在大雄宝殿门外自签桌上各自的独立盘中 文罗宣 大众上前礼尽验证 此时大众上前 认证四类签签的具体形象及内容 一看签纸上标写了什么内容 二看象牙签牌 三看签条 四看签套 鉴定这四类签签是否统一 套内有无异物 第七法规程序 请金刚宝瓶下降法台 众官礼尽 文罗宣 敬请金刚宝瓶降位落座至千桌 此时主持策签人从金瓶中央 拿出金刚宝瓶 十二人中之一人 恭敬接捧金刚宝瓶 放到至千桌上 文罗宣 大众礼尽直观 此时众人礼尽 尽手亲拿狼九旺丹金刚宝瓶展观 不可对金瓶有半点污染 刮痕 否则滋身黑夜罪障 第八法规程序 分组排序 文罗宣 执法之签十二人 分组排序 十二至千人 依所充拿子团序号连接 分成三组 每组四人 就坐自签桌前 三组再抽编号一二三的子团 决定三组的先后顺序 第九法规程序 密联签牌旅行宣示 文罗宣 三组自签人中 第一组就位自签桌 第二第三组退入大众中 第一组四人 在大众观看下 与自签桌前 恭敬严肃认真 统一无差的把标好统一性质 也就是正法的好的性质 一个签牌上两面都是好的性质 不好的性质 一个签牌上两面都是不好的性质的签纸 粘好在象牙签牌的两面 每粘完一签牌 几练一次金刚奏卷入法纸 待卷完全部十二支签牌后 就看不到签牌了 此时由第一组中医人 将被法纸裹捐好的所有象牙签纹牌 和十二支签条 一并成装在一个盘内送上法台 任何人包括主持签签人 都不能打开卷法纸观看签纹牌 此时尤为严肃重要 主持签签人无论地位多高 必须当着仓会大众和十二姻缘的 值日护法圣 在十二片卷裹起来的签文牌和签条前 向诸佛菩萨本尊宣示 通明两重心结 我在此宣示明心 签签人我某某是什么身份 我坦白第一重心结 我没有欺骗过诸佛 佛母众 金刚众 菩萨众 护法众 我坦白第二重心结 我没有欺骗过世人 所行的是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没有传过邪恶法 只传过和教法律规的世俗圣义恶法 讲说法里 总义是正教正法正戒正行 但无意口误语言常有过之 我没有做过假冠定 只依法做过真冠定 我作为本策谦某某德 以此明洁得品 此对十方诸佛诸圣宣示 言代心表 若上陈述含有妄语 撤签不应 若无妄语本尊护法圣 应其感造圣意精品撤签 所则法义准确定性 撤签某某圣某某某白表明心 坦诚祈愿奉行宣示 注意 这是以最高标准 佛陀和等妙觉菩萨 作为撤签俱圣的立德宣示文 对常规的圣者 撤签者 是不具备这个德能的 那就要删掉这里面的 主持撤签人没有做过的内容 否则就是公开当众 对佛菩萨打妄语 撤签自然不准 如果身为常规撤签者 但也必须宣明两重心结 第一重心结是否欺骗过佛菩萨诸圣等 二重心结是否欺骗过世人 包括传假佛法 所做的是是否利益大众在修行 明心宣示时要说的详细 并公开朗宣不可按念 否则撤签不准 第十法规程序 混签牌 文罗宣第一组自签人退入大众中 第二组就位 宣示起愿完毕 照常不能打开签文牌 而且签文牌放上自签桌后 还要在自签桌上另外加盖不透光的黄段布 盖住签文牌和签条 文罗宣第二组退入大众中 第三组就位至签台 第三组人中之一人 走到至签桌前 当众蒙上眼睛 伸手入段布中 不可揭开段布 并感觉摸准捏住包签文牌的法指端头走动 将十二支签文牌抖散 自然错乱在盖着段布的盘内 再将手抽出黄段布外 揭开蒙眼布回到座位 第十一法规程序 再次混签 文罗宣请第三组人到自签桌混签 此时当众隔着盖好的黄段布 用手在黄段布外面 刨动混摇签条 依然不能揭开段布 第十二法规程序 法定签牌入条 文罗宣第三组自签人退入大众中 第二组四人就为自签桌 将法定签牌入条 四位自签人依序 先从盖着长形黄段布的签条盘中 摸拿一支签条 然后另一只手伸进连体黄段布内的放签文牌的盘中 再摸住已被混乱了的一块签文牌 此时照常不可揭开黄段布 不可用眼睛看 而是在黄段布下面凭感觉 把签文牌细心的从端头 安放在二毫米宽的签条口里面 安放进去后 为了防止签文牌从签条口脱落出来 要用手指在黄段布内封住端头 才能拿出布盘外 拿出后绝对保证看不到签文牌的中影 再用白松胶纸或干净的其他粘袋 粘住端头放进签牌的封口 从始至终 装签文牌入签条的人 没有百万分之一的丝毫机会 看到装入的签文牌是什么内容 带十二支签条都粘好封口 掉不出来了 当下将十二支签都站立在同一平面的盘中 让众人观看十二支签是否长短大小统一无差别 维罗询问殿内所有佛弟子 你们能否认出哪一支签是圣意客颂 哪一支签是世俗错篇客颂呢 不可猜测 凭猜测乱讲话犯大妄语业 必遭恶报 众人答 此时若有人说自己能分辨哪支签是什么内容 文罗要当着大众告知此人 你辨出的那支签将会被混入十二支签内 你必须从十二支签中将你指认的那支签准确无误的筹出 以证明你说的是真话 否则你就是借大众在场 故弄弦虚 凭猜测 华众取宠 欲欺骗大众崇拜于你这个骗子 必遭恶报 第十三法规程序 装千套入瓶 文罗宣 第二组退下 第三组四人就位装千条入套 第三组四人 不准拆开千条封口 直接将每一支签条装入黄断布签套内 装签条入套时 由装千人自己决定倒装或顺装 但是不可把签套拉破 虽然制签人无法做不同记号 但为了防止主持侧签人看到套内的签条 要把装好套的签的平底部位那一头 与绿朝金瓶底部放入 金瓶口上方不可铺露出丝毫内部签条的踪影 也就是布套在上方 是全部套住了签条的 从瓶口看到的全都是统一的布套条 十二支签完全一样无差别后 并再次将签在金刚宝瓶中直立起来 让大众查看 每支签套的签是否高度平等 若发现长短不一样 当即取出脱套查验 看套中是否有棉花等异物造成差异 如有差别 当场立即修正 直至平等无差 完善合法后 再装入金刚宝瓶 于字签桌上就地盖上金刚瓶盖后 才能送进大雄宝殿撤签法台上 此时主持撤签人同样不可揭开金刚宝瓶盖子 直接将金刚宝瓶盖放金瓶 等待第十六法规程序撤签 第十四法规程序 向佛菩萨承报客宋 文罗宣 申请哲觉的圣德 向佛菩萨宣读承报客宋内容 供请本尊护法圣益精品撤签定性 由申请哲觉的那位圣德法王 或圣德活佛或大法师 将准备好的 需要圣益哲觉的两种不同文艺的法本仪轨拷贝本 在大殿对诸佛菩萨承报宣颂 宣颂完后烧在坛炉中 其勤本尊护法决定两种法规 是否为佛菩萨的正法 或圣意或世俗的性质 第十五法规程序 修法诵经 主持撤签人修法 其勤本尊护法 依应咸果 则觉圣意法规或世俗法规的定性 第十六法规程序 圣意精品撤签 分签入盘 文罗宣 依法捏拿子团 决定第一签规为右翼盘 刻送法本仪柜 还是左翼盘 刻送法本仪柜 此时十二位自签人中之一人 迎签人捏拿子团 子团标明抽出的第一签 规为左翼盘 还是右翼盘 主持撤签人此时方可在参会大众佛教徒们的监看下 揭开朗九望丹金刚宝瓶盖 搅动签条抽出第一支签 立刻持与迎签人 迎签人当众放入子团决定的盘中 如果子团标明第一支签归左翼盘 第二支签就自然归于右翼盘 如是反复各盘一签 抽到八支签后 此时左右两盘各四签 测签人停止抽签 这是属于本尊掌管的八支签 并当下盖上金刚宝瓶的盖子 维挪应注意 要提醒主持测签人盖金刚宝瓶盖 第十七法规程序 众人开签见证 文罗宣十二位支签人上台开签 大众上前观看 开签见证所择八支签的正片真假 十二位支签人在法会大众监看下 从签套中拿出签条 揭开顶端的粘贴 直接将签条孔内的签文牌 倒在盘中 不可用手接近签文牌 大众亲眼见证 统一还是有交叉错乱 从签条孔内倒出的签文牌 八支签牌的内容 一支都不能错 凡属于本尊定性的正法 圣意课送法本仪轨 必须四千全部都是圣意签文 相反凡属于世俗课送法本仪轨 或有罪错协论的课送法本仪轨 必须四千都定性 他有罪错或是邪说 或是世俗课送法本仪轨 若其中一千错乱 则表明两种法本都存在着问题 差别只在罪错多与少而已 第十八法规程序 严谨付签 文罗宣八千以印证 并非常规德 身为巨圣德 众弟子在此恭请巨圣德 则护法四千 十二支签以则八支签 属于本尊定性签 余下还剩四支签位则 这是由该则觉主题的护法所管的 此时在宁娜纸团 定出第一支签归哪一盘中 定性后 巨圣德必须要从金瓶中 请出装有四支签的 朗九旺丹宙轮金刚宝瓶 将宝瓶放在法台上 或直接用手握住宝瓶 举在空中 或者放在法台上 巨圣德再从宝瓶中 撤出各两千 四千都撤出归位盘中 文罗轩开签验证 众佛弟子监看 十二位至千人之两人上前开签 大众再度观看见证结果 凡是纯正的圣意客送法本仪柜 或者某种认证 必须是最后两千与前四千统一 六千统一才定性为圣意性质 凡是被魔妖或邪师骗子篡改成正邪混杂 邪恶罪错或世俗性质的 也必须是各六千全部统一定性一致的 不可错乱一千 如果所折出的签有交叉错乱 如把邪签拿到正签里了 则必须当众再度封签 负责第二轮 如果第二轮所折出的与第一轮相符合 证明得感圣意择绝十二支签成功 主持择绝者确实是佛菩萨俱圣的 虽然择出定性的出现了不属于圣意客送法本仪柜 但对于所择绝的客送法本仪柜的偏邪 最错是定了性的 遇上这种情况 需当再次整合修订 客送法本仪柜修订好后 折日再次重新举行圣意精品测签 直至第一轮折出十二签各自统一 此时还要再将十二支签牌装入签条 统一与装签牌头入布袋 再度由俱胜德复策第二轮 测出的十二签各自统一 纯正无差与上一轮所择相符 才是圣意客送法本仪柜 以上是用十二支签 则觉早晚客送为例所做的讲述 如果第二轮所择出的与第一轮的内容不一致 所择的性质就不成立了 说明佛菩萨本尊不认可 没有来做圣意定性 由此则证明主持测签人不具佛菩萨得聘 或只是高僧大德范畴内的法王上师大师而已 绝对不是俱胜的佛陀 等妙觉菩萨再来者 或者就是一个凡夫之师 只要折出的有错篇罪过的法本仪柜 需当再次整合修订该客送法本仪柜 直至折出十二支签中 正邪各达六支签统一 纯正五叉才能是本尊自己确认的 圣意客送仪柜法本佛教正法 若是两个客送都有罪错 则需恭请佛菩萨圣的修订法本 直至符合圣意标准 六千一次定性为圣意 如果请不到等妙觉菩萨 这是众生的福报因缘 那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所折的是早晚客送 其本尊门都是佛陀等妙觉菩萨 经当大护法善诞 第十九法规程序定性 文罗宣公请修圣的公布今日圣意精品测迁法会的最终 则觉定性结果 据圣得法子宣 圣意精品测迁 则觉定性 左翼为 右翼为 文罗宣大众礼敬感恩 则觉请求人 众出家生灵及与会大众佛弟子 礼敬感恩 据圣得位立众生 感恩本尊降临及护法以因果实相显胜定性 众人丧前礼敬观礼上购 此时可自由随意赞叹相互说话 但不可用不尽手触碰圣签等法物 第二十法规程序 据圣说法 开解所则客颂义礼 文罗宣公请圣意精品测迁成功的据圣得 就两种法本对比讲说义礼 主持据圣得为大众开解讲说义礼 讲说圣意是属两种不同客颂法本仪轨的正邪之变 错在哪里 违背佛说正义 对在哪里符合教界 第二十一法规程序 回向宋圣 文罗宣回向宋圣 主持据圣得修法谢恩 诵回向祭 此行德感经品牵 贵立行人选正法 愿诸众生据圣源 修法圣意正菩提 持宋圣奏一遍 恭送二十一度母 天龙八部空行护法 并作记载依据 所则圣意法规之宝贝元件 由申行者收贡 并依所则圣意课送法本之原文印制 如法延述宏传传法源成熟之 虔诚学佛修行人 法会结束 大众随缘 灾月庆祭 世界佛教总部 2020年8月3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